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连生活佛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贵的开示 我们在上一次听到了连生活佛谈到了真佛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 以无念为正觉佛宝 要怎么样去学习无念 唯有靠修行 特别是要医治真正的金刚上师 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连生活佛谈什么是无念为正觉佛宝 那么你必须要依懂得消除所有烦恼的真正的金刚上师为生宝 这个是一个要点 一个金刚上师 所谓金刚上师是从来不变形 也不变色 这还叫金刚 表示他道心非常的坚固 如金刚一样无上的师父 叫金刚上师 如果金刚上师本身也起烦恼 他如何叫众生断尽烦恼 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不能起烦恼 不可以有烦恼 不可以因为外面的影响 烦恼自己起烦恼的心 所以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是要懂得法的 要懂得正觉的 要真正能够自己能够了生死 断烦恼的 人生都是有生有死 就是有生有灭 但是我上个礼拜讲过 生我们跟生合一的生 死我们跟死合一的死 每个人都要死的吗 师尊也是会死的啊 但是到死的时候 我们跟死合一 真讲实在话 死在面前 那么我就去死吧 那个是跟死合一 没有烦恼啊 我对死也没有烦恼 死到了 病到了 那我就去病了 老到了 那我就去老啊 死来了 那我就去死了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不起一时烦恼的 佛称为正觉 又叫做无念 我今天也是讲了 这个虽然 这个星期三啊 不是星期六说法的时候 我讲的这个也是很 很重要的 很重要 上个礼拜我讲合一嘛 你一切都要跟你周围的合一 不起一丝的烦恼 这是真正的大成就 所以无念为正觉 因为没有办法 讲什么是佛宝了 所以才以无念 这两个字为正觉的佛宝 其实很深 不是所有的人真正的无念 而是你本身已经看透了 所有的念头 知道是有生有灭的 知道烦恼是有生有灭的 知道生死是有生有灭的 知道所有的念头都是有生有灭的 但实际上去给他修行出来 就是身口意清净 实际上去实修出来 不是嘴巴讲的而已 嘴巴讲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烦恼了 其实你还是烦恼得很 我知道啊 有的人住在那里 他就不舒服了 一定要搬家 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觉得这个房子很不舒服 我一定要搬 已经住 这个叫住地烦恼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职位 调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叫做 你的公私烦恼 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两个人在一起 夫妻要分开要离异 这个叫做分因烦恼 你身体有病了 不舒适了 这是疾病烦恼 人家告你呢 有官非的 这是官非烦恼 你要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没有钱 这是金钱烦恼 你跟人家在一起啊 相处不合啊 心生烦恼 你在修行当中啊 这个僧团走来走去啊 哪一个好啊 西雅图雷藏寺好吗 彩龙山庄好吗 台湾雷藏寺好吗 别的寺院好吗 到处走来走去 一看 都有问题 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 世界上没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极乐世界 只有这个地方 只有 正节佛宝的时候 才没有问题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问题的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 你能够讲出说 那个道场没有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啊 那个已经不是道场了 那可以讲说 也不能讲说只有你一个人 因为你一个人也会起烦恼 因为太寂寞 寂寞烦恼 你一个人也会烦恼 糟糕到哪里去买东西啊 所以在人间你是找不到 没有烦恼的地方啊 你只能够找到说 那里比较不复杂 哪个地方比较复杂 哪个地方比较不复杂 但是还是有复杂 彩虹山庄最不复杂的 对不对 才几个人啊 一个总管 人印上司 几个法师 比丘尼 在家基士 有时候只剩下四个人 四个人也分成三派 当然啦 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啦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感觉上有 现在当然好一点 我想现在会比较不复杂 以前很复杂的 不能这样子讲 三中几个人 联姻一个 这个 蔡师姐一个 以前的蔡师姐一个 联万一个 三个 另外一个比丘尼呢 联云 联姻法师那时候 也在那边过 我看这四个人 真的是三派了 联姻派 师姐派 联姻派 联万是中立的 联万是中立派 哇 还有四派 哪里会没有 一定有的啦 但是呢 无念 你在修行当中 深清静 可清静 易清静 你知道 在一起的时间 不是很久的 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我今天呢 一定要把这个某一个人 这个 离开我们的道场 这样我就不烦恼 错误的 因为 因为左的 只是一个洒尿的 再来的是一个拉死的 再来的是一个拉死的 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找到一个新的人来 你就觉得说你不会有烦恼 你不知道来的是拉死的 撒尿的 撒尿的 烦恼少一点 拉死的 烦恼就多了 撒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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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世间 所谓的 世人世间 就是烦恼的 世间 我们靠深口意清静 去修行 去看破烦恼 放下烦恼 断除烦恼 得到 没有念头 这个没有念头 就是说 你已经把烦恼都知道了 看成习惯 不受烦恼的影响 这才叫无恋 按照轮回之说 我们的灵魂在前世 就造了不少怨叶 所以在今世有何恶果 其实原来是 自作自受 要怎么样洗涤 累世的罪业 要怎么样改变命运 让我们找出源头 诚心忏悔 台湾雷藏寺 一年一度的 梁皇宝灿大法会 即将在10月3号 上午9点开灿 欢迎您把握机会 踊跃参加或报名 让我们一起忏悔 深口意的恶业 祈求佛光铸造 同时超拔祖先 明扬良意 台湾雷藏寺 梁皇宝灿大法会 好 赶快来介绍 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一块来欢迎的是 莲花乐志上师 上师你好 你好 紫色好 第二位我们一块来欢迎的是 莲乐上师 上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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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庭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再一次的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阿红 红杜拉斯 来欢迎阿红杜好 旁边不用介绍 那不是纳豆 他很希望成为纳豆 对他很希望 上一次呢 这个红杜拉斯来上我们节目 其实有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太高兴了 然后连乐上师笑得很开心 对对对 没有办法回答你 所以今天你是不是要带着上一次的问题 像我小孩子哦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闹 你哦 对我小孩子 小时候的时候会哭闹 你几个小孩 我两个嘛 一个很大一个很小 什么意思 上次你来我们节目 然后我们剪接师啊 那个阿美啊 他就说 你怎么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 谈到你的太太啦 或你的小孩 很少吗 很少 还是说 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谈啊 先从小孩子晚上会哭开始讲 对对 没有小孩子 因为像我们 当父母的人会讲小孩子哭闹不休 是不是以前会觉得说 没有吃饱 或者是尿 那个没有患尿布 可是后来发现 他不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该做的措施都有 他还是哭闹不休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上师啊 我就打电话给帮车车 我说小孩都骗不定要怎么样 然后他说你哦 哪一杯水 哪一杯水呢 他上面跟着那个老天爷讲说 啊 听说八了 后一小孩就不知道怎么样 拜托你输我一些天佣 就到那个床部 小孩子睡下的床部的地方 就撒一点这个 啊这是什么水啊 阴阳水啊 吃个小孩哦 不能靠 我自己做法耶 你这些动作蛮合乎标准动作的耶 现在的手势都很 对啊 没错啊 对不对 上师 他现在的手势他怎么拿 怎么 不知道又拿一根手指弹 我就这样子弹弹弹弹弹 小孩子他还会有一点效果啦 真的耶 但是有些人他就比较没有办法的 像有些人就会可能体质比较 虚弱会卡到阴的 啊真的卡到阴 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还是说为什么会卡到阴 要问一下这个上师的 他那样是卡到阴吗 其实很多小孩子晚上吵闹很正常 但是一般年纪比较大的 他会告诉我们就是说 第一你要拜承诺 承诺爱牌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 因为每一个家里有他的地基组 或是在这个地方进出的林 那你最好就是说 比较严重的话 如果你也可以在门口 背相案 贡品 拜拜以后 你那个换啊 因为前面是银 后面是送 你家里的后门 你就拿到后门去 把他倒出去 一定要在后门是不是 对对对 有些现在的公寓 大厦没有后门 你就是把他 就是说你拜完以后 拿着你就 远一点的地方去到 这个就是把他送走 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已经祭拜你了 已经晚了 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到此为止 这个就是说一个 前面银 后面送 等于是送煞 不好的把他送走 刚刚有讲到 就是有些人会卡到音 我看过很多人卡到音 就是整个是变的 眼神也变了 然后讲话也不一样 会扑成的筋 是喔 那是真的是被附身吗 还是附身跟卡到音 有不一样吗 我们说八分够嘛 嗯 八分够够啦 是这样吗 连乐上是 这个卡到音跟附身 其实是层次上的不同 我们说刷到卡到音 那个只是偶尔的一种交汇 附身呢 他是跟你合一 所以层次上是不同的 那么刚刚宏都拉斯的 那个动作其实 雅琪说很标准 的确很标准 哈哈哈哈 这个连生活佛 传了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叫做大悲咒水法 那么曾经呢 有一个新皈依的同门 刚皈依而已啊 那么有一天呢 他还不会修法 有一天他有打电话给我 哎我的孩子哭了三天了 晚上不睡觉 哭得很凶 哭了三天了 怎么办 我就问他说 家里有没有大悲咒水 他说没有 我说好 那没关系 因为原水 救不了进货 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做 那么我就请他去买 一瓶矿泉水 那么因为他不会持大悲咒 大悲咒水 但是他不会持大悲咒 我说那我教你六字大名咒 Omani bay me home 就可以了 心诚则灵 那么我就教他 这个联身活佛教我们的观想 你就很虔诚 很虔诚很虔诚的观想 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的光 甘露水的光 滴到这个矿泉水当中 然后你要观想 那一瓶矿泉水发光 这个是一个宇宙的能量场 观想到发光 而且你要很虔诚 虽然他不会修法 但是由于他对孩子的爱 所以他夫妻两个人一起在这个观世音菩萨面前 祈求观世音菩萨 结果这个水他孩子一喝下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晦气啦 煞到而已啦 但是如果附身的话那么解决方法又不一样了 所以那还有呢 多讲一点嘛 所以你要讲你太太你小孩 你多问一点 你太太怎么了 没有 我他的叫给我是卡到鑫 是不是 他就在讲 附身 他都发炎了 他有话要讲 你问个问题嘛 你那些行事也没说过 不然怎么办 讲两句 其实卡到鑫 那我們雷上市的代理主持 連則上是有告訴我說 你只要到臺灣雷上市的金爐前面 然後跟金爐稟報 哪一個金爐 就是大電密談的那個金爐 然後跟金爐稟報 說我的小孩子因為今晚睡不著 那就跟姚思金爐求三支的相交 相交 相交 不是連則上是告是師尊講的 師尊講連則上是轉述給我聽的 說三支相交 然後就泡熱水讓小孩子洗 就可以解那個晦氣跟上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小孩現在應該沒有這樣的問題 後來就大一點就好了 大一點就好 但是大一點之後反而變比較不乖 像我們會對這個很多玄學的東西 心裡會產生很大的疑問 比方剛才想說刷到卡到印 還有一種就是我們經常常 講到的那種養小鬼 對啊 講小鬼是不是真的 這個鬼 因為我們演藝圈聽說也有人在養 而且養得還不錯 真的 你是看某週刊看來的 八卦週刊 那我想說養小鬼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嗎 這樣我可以養嗎 可是真的有人這樣子做啊 我想上次 哇喔 很貴嗎 對啊 這個 養一隻要多少錢 這個 這個泰國現在還很流行 對啊 還很流行 那麼最主要是養小鬼它還有分 分它的品種跟它的等級 真的喔 因為這個鬼嘛 鬼一般你要養的話就是說 藍產死的鬼 藍產死的鬼它是比較特別的 那麼其實它的怨氣也比較重 因為它還沒有來到人世間嘛 你起碼讓它看了一下再來走也好 它就是連看連呼吸都還來不及 那它是屬於藍產的 藍產這個小孩子就已經在胎死腹中了 就必須要拿掉了 那像這個的話有的是說交給醫院去處理 但是醫院呢 因為一定有人跟他訂貨嘛 其實就已經訂貨了 就說交友馬上給我 多少人價錢都已經躺好了 他就一罐一罐的 那麼他有特別的處理方法啦 就是第一他要把它做成乾絲 經過特別的方法去製造乾絲 我要他這一隻萬寶龍來說 做乾絲以後呢 他還要跟他修法 跟他百香案啊修法 他有供應他的一個特別方法 那也有他的咒語啦 這是正的還是不正的 其實這些都是不好的做法啦 都是不好的 第一他不正常嘛 你以為說小鬼可以幫助我什麼 其實我告訴你 小孩不懂事啊 跟我們人是一樣的 長大你就試試看吧 他也會長大 對啊他也會長大 等他長大以後 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有道行 就是說你懂得控制他的人 你有法力的話 我是勸大家最好不要玩這個 為什麼 因如果反撲的話是非常兇啊 所以這種方法其實我是比較不贊同人家去玩這個 第一你不知道他的方法 你也沒有那個力量 其實你沒有善的因緣嘛 你只是說你現在來幫我 對啊包括耳報也一樣啊 但是有一天 當你跟他產生對峙的時候 當他能量到的時候 你自己想要毀滅他的時候 所以你不要他的時候 我只能告訴你 你自己就等著看結果 所以那個其實我是不要啦 能夠幫他超渡到此為止 跟他做法會 超渡趕快把他遣送 回到他該去的地方 不然的話有一天啊 因緣深的時候 其實剛剛黃獨老師節目開始 我們就談到這個問題 其實包括很多人說啊 他希望有偏財運啊什麼之類的 他會求這種地方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那你必須要跟他試盟啊 你要告訴他 你幫助我什麼我要給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就是 都做不到 沒辦法還這個願 沒有辦法啊 這如果他人會那麼 那麼用心還願 菩薩就不用那麼傷腦筋啊 很多坊間的雜誌就會講一些 比方說養小鬼啦 拜狐狸精啦 雜草人的東西啦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像冥冥之中 如果說有些人真的去 接觸他這種東西 比方說我真的對他 心裡面有所謂的不悅的話 我弄那個草人真的可以 對他到什麼樣的東西 驗逆嘛 真的 那我們如果自己是個受害者的話 有可能 因為我們心心有正念 有辦法不被這個 所謂這種邪術所影響 會不會被人家影響 懂得方法是可以 就是說反遮啦 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要去接觸 密教的一些修行的方法 它是可以反遮 大凡佛菩薩是無求啦 你跟佛菩薩做怎麼樣的祈求 你縱使你願做不到 佛菩薩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因為他是大愛 但是呢 當還沒有成事還不到那裡的時候 都還是有求 還是有恩有願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大家都希望得到偏財啦 得到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是還是 縱使你得到偏財 還是你自己的福分往前挪而已 但是你這個官 當你得到了偏財 得到了福分 但是你卻沒有智慧 不曉得這只是你自己的往前挪而已 那麼你想想看 你後來的錢已經提干了 還會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修行 其實它是要讓我們回到正念 讓我們回到正行 讓我們回到正心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福分 很簡單 你只要常常去善待一切的眾生 那麼這個就是一直在幫我們 累積善緣 累積我們的福分 那麼用這樣的方法 才是正確的智慧 所以我希望大家還是不要 往旁門左道 來解決我們生命的問題 因為生命的問題 只有智慧能解決 只有你願意去面對 願意去承擔 願意去感恩 當我們遇到很有福分的時候 我們要感恩 感恩這是佛菩薩 根本喪失 加持我們的 那麼今天我們還是會遇到 人生的逆境 修行人也是不例外 那麼我們要從裡面去找到 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問題的智慧 這就是佛法要告訴我們 解脫的智慧 所以 各位觀眾 盧聖燕文集第196冊 清涼的書籤正式推出 很多人有疑問 例如 佛是外星人嗎 為什麼不可以自殺 修行是不是應該出家等等 這些問題 連身活活將一一在書中解答 在這紛紛擾擾的城市中 您需要最無事 最有智慧的人給您解答 誠懇推薦 盧聖燕文集第196冊 清涼的書籤 好消息 這次同樣隨書贈送 最新的地藏王菩薩 心咒CD專輯喔 大家來找佛 在上禮拜我們問到了 色界方面的問題 異教的法文 下列哪一項法文可以轉化 和克制色域的問題呢 答案就是地上皆是您答對了嗎 那麼中秋節快到了 我們今天要問您的是 連身活活曾經傳授密教的法文 下列哪一項法文 是最適合在滿月的時候修法 如果您知道的話 就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就有獎品贈送給您喔 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話 歡迎您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就有獎品贈送給您喔 今天再次謝謝洪蘇拉斯 謝謝 謝謝兩位上司 下禮拜同一時間 不要忘記繼續收看 給您點上新燈 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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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